由花蓮县记者协会主办的花蓮记协漏网镜头摄影展 直至起在花蓮吉安乡浩克艺术村以及脸书粉丝页线上展览 理事长梁国荣表示 这项展览是请会员提供自己在新闻采访现场拍摄 却不能用在新闻版面的照片 其中有笑、有苦、有悲、有乐 甚至记录同业在职场当中的干苦 也让大家看到新闻版面上根本看不到的画面 记者的工作就是站在第一线重逢宪政 在呈现一则新闻的背后 有许多观众无法想象到的状况与画面 花蓮县记者协会首度举办了漏网镜头摄影展 招募记者会员在职场上曾经在现场拍摄到 却不能用在新闻版面上的照片 而预想不到的是 翻出来的旧照片是那么的有趣又让人感动 那我们希望能够将媒体朋友们 他平常在职场当中的干苦 藉由图片的方式来呈现 你可以透过画面当中看到 原来这些媒体工作者 在职场上他会碰到哪一些喜怒哀乐 尤其是你在这张作品上可以看到 其实是火场必须要身先士卒 所以媒体工作可以说是水里来火里去 那么当然在我们的干苦台当中 也有很多不需要要练肌肉的 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广播电台是必须要天天举手 喊佑我在现场采访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漏网镜头摄影展 就是希望让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 藉由这一次的展览 总共有51件作品 14位记者他们所提供的作品 藉由作品的呈现 让你来了解媒体工作原来是一件有趣 但是也是有非常多干苦的职业 花莲季协肉网镜头摄影展 总共有14位摄影师提供了51件作品 当中有笑有苦有甜有喜有悲有乐 也深刻记录了记者同业 在职场当中的干苦 花莲季协肉网镜头摄影展 6月份在吉安香浩克艺术村展出 在还没有办法开馆参观之前 民众可以上网搜寻吉安香浩克艺术村 脸书粉丝页 也能够在线上观赏 这里会吉安香报导